接下來就是第三場 去過重化的碼分別有六號、八號和十一號 三番千二短圖 一、二、九都是狀態FIT 二是除防沙眼罩 三是初戴免窟、初戴頭罩 這樣就快來照九 四、五號兩匹都是初出的 都是初戴這個環形,可不可以 好,先看這隻聖德威風的後面那隻 我覺得沒有人會懷疑他的能力 但我覺得他的試襲好像 不是我想像中那麼厲害 然後看看另一隻新聖馬 就是越跑得 神操他現在越來越爛 落草地跳又是很慢 在泥地這邊跳又更加 好像唸到不起眼 好了,終身未來 可能放前一點,又短途一點 輸得沒有那麼遠 但其實他都是一些步步難 你看到都沒有爆發力的馬 也都不像那麼短 這樣的翻步 另一隻初出馬 69分的自救馬 叫三劍俠 落號很容易寄 303 試了好幾個閘 總共三個大閘落地 但三個閘都不太好 加上腳法都挺凌亂 入了直路 又是側幾下 你看旁邊左右的 比對的對手是甚麼馬 外面那隻 紅就叫前鋒 後面就上中飛揚 都是一些舅女 但都不是試得很好 他都越來越退 好,三劍俠 我記得有一個大閘 是一堆泥地閘 他的視野 是他稍為危 而且馬入閘的時候 有些狗狗震 這幅的鞍都頂到 好像有點鬆鬆的 另一隻的初出馬 叫逆史奇巴 放在前面走 第三位 後面加了避孤 第一場馬上學彩 加了避孤 好像更壞 那隻馬上學彩 走規更加是肉酸 看上去 逆史奇巴 我想都有些朋友 會留意這些馬 但我看他跳得挺順勁的 這個馬跳 有大步 騰空的時間又長 整個動作 他不是很自然 很順 看他下什麼配備 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出腳 再計算是那個人騎到 他有什麼形態出來 其實你看到很多這些 根本都還未得住 這隻馬 挺行的 確認眼神 六號馬 也是一些出賽很少的馬 看回原來他也有停課紀錄 十二月尾至一月尾 整個月都有些間斷 最後的階段差不多跑了 都要在重發試襲 中間的 現在上了第四位 那樂蘭那隻沒有了 散了 他騎下去 但也不是追很多 都是過了一些力弱的馬 再看看他自己單跳 那些配件 大家都要留意他現在用什麼配件跳 有些惡高的頭 還有向上彈 那些馬 後面這些都有一些近跡支持 萬眾力得 四月十三號他都試了一個草地集 羅富泉的馬 普遍我覺得水準會較為穩定些 即不論出來跑的名次 水準和神速的表現 他都長期可以保持到穩定 那這貨集對著兩隻衣布仔 最後都要搓一下他 騎幾步 他有些軍速 這隻萬眾力得 即爆炸力不是認真強 好 再看看 我的助手聚著地慢慢跳 說真的 這些在早上裡面 其實你不要亂動它 不要弄壞它 都沒有什麼很大的問題 不過現在的排檔 就不夠人家那麼好 看看這一隻 一千磅都不夠的 雲彩飛揚 神操跳又是比較急勁 這些Joring都已經給了 不是馬定基 這個 我覺得它也是 色水不漂亮的 長期都說 好了 無敵勇士 講狀態 我真的覺得這間馬 一點都不差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一千那麼好 然後有一段時間 反覆得很緊要 上一次跑得沒有什麼 論盡的東西 它吃了別人的位置 結果跑得進來 我覺得它挺好的 齊心和恆勒 就是希斯 一出即勝的馬 相當好樣的 上課落草地 都跳得不錯 雖然它的動作 還是有些 我覺得它過馬的時候 但是都應該越來越好 好了 藍莊家好 先跑了650 然後再轉去沙田 又跑1200 這次又跑了沙田1200 不過勢真的不夠 之前那麼厲害 落了班 再早一早 看看 來到第三場 繼續跑短途 三班1200 那隻最多福 但是它很輕易 已經是飄掉了那隻扣淚 但是它過馬的姿態 我覺得它還可以更成熟 但是上次它擺在前面走 所以可能這次下場 它都會繼續搶前 越跑得也是很難贏的馬 但是上次我不知道 很多朋友覺得 賺地 外面一點 是不是好 那我就不知道 但是你看看當日 全泥地它跑 全部都好像裡面的好的 什麼中華威威那些都贏 它呢 三班始終高班一點 在外面一蓋過了 和那些好玩福星 所以有時候 場地偏差 我自己都搞得有點亂 都不知道順哪邊好 那看馬的狀態 它OK的 我剛才所說 就是譬如 勝得威風這樣 當然你如果計賽職 是沒有人會有挑剔的地方 你經常都會想 就是 這次三歲 贏了升班加磅 三歲一三三 就算他贏 到你下次 你又會好像速遞騎兵 大哥升班 對手不同 你一樣會有質疑他 但是我覺得這隻勝得威風 你看他每一課的跳 跟著馬跳 其實這次馬還有很多東西 需要學的 就是 經常不轉腳 那如果 在陣中裡面 真的再有多些難度給他 那次追人贏 他不是一三三磅 因為這次有這隻齊心同行 在這隻很厲害 你看看齊心同行的單跳 拍跳 比較一下聖得威風 如果齊心同行 除了耳套 裹貨 拍草地 跟著那些單跳 全部撈耳套走 可以撐到一隻馬 是完全不同 你讓他這麼多磅 不過想潘頓跑 現在填太岸 到時看看 那個互動會又如何 第三場賽事都跟大家研究過 休息一會 三劍俠的副位 Holy Roman Emperor 這是馬香港的大族 今季成績仍然維持到 順勢贏 好鬥心 露露醒 家應精彩二進 以及最難得的那匹 旅遊拿督都贏了 六匹馬贏過 這一系馬大家相信都很熟 性能不局限於跑短途 以及多數跑馬地都很厲害 至於三劍俠的武器 曾經在英國贏過四場賽事 贏了都是長途賽 2,800米和3,000米 其中一節是交沙地賽 無線家族的其他成員 長途馬居多 個別有些跑短路程 所以看了父母兩線 為何三劍俠看來像長途馬多 雖然是Holy Roman Emperor的指示 初期跑短途慢慢跑上去 一里或以上才對他跑 三劍俠來香港以前 在英國上陣三次 沒有贏過馬 上過名而已 兩次跑過第三 跑第三的兩次 一次是1200米 一次是1400米 直路賽他跑過 上過名的 但右轉賽道的賽事 他還沒跑過 徐石馬房的初出馬 近季表現是一般的 因為由上季到現在為止 暫時都未見到 有初出即勝 或者初出上到名的 徐石馬房初出馬 逆史奇巴的肺 是Juragtofa 杜勒公子 這系馬暫時沒有其他指示 在香港正在跑 但退役馬有兩匹 成績不錯 以前轉得厲害 龍城猛腔 都是近季的馬 都是多折馬 杜勒公子 自己是show a heart 的指示 復映時贏過六場頭馬 主要是贏一些短路程的賽事 贏1100至1400米 最高競賽成就兩項一級賽 在2010年贏過色尼金玫瑰錦標 2011年的時候 去到墨爾本 在巧菲律馬場 贏了羅柏奇 著時錦標 至於逆史奇巴 沒有 不是一名單位 沒有上陣 沒有上陣 其他成員 短途馬比較多 個別有些贏到一里 所以看了父母兩線 為何逆史奇巴 性能應該短過長 但所謂的短 1200米 1400米 就沒問題了 看看可不可以學到 公子 捱長路程 跑到1400米 逆史奇巴 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的昆士蘭省上陣三次 贏了一場頭馬 贏馬的仗是1210米的賽事 昆士蘭省的賽道 多數是跑右轉 所以右轉賽道 他跑過兼贏過馬 不過直路賽他沒有跑過 容天鵬馬王的初出馬 這兩季表現不算很飆青 上季初出上賭名的馬有1匹 那匹是合金之星 今季到現在為止 初出上賭名的馬都有一匹 那匹是威妙星 逆史奇巴 去年4月18日的時候 在澳洲昆士蘭省的 圖文巴 Towoomba馬場 贏了一場1,210米的賽事 這場賽事是一場處女馬賽 是他第二次上陣 鏡頭看見在內檔上緊 組紅衣那匹 就是逆史奇巴 組段墮後 但後勁挺好的 一步一步 纜過前領馬 遞名的馬之後 在當地 逆章即勝 兼甲至今贏了三場頭馬 三場